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比他大三岁 他也没有介意 一开始都挺好的 但是相处时间长了之后 他就开始慢慢疏远我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家庭是什么样的 后来就都时间久了 我才发现他的家庭原来这么复杂 我也尝试过去接受 但他的做法越来越过分了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以后肯定不只剩两个人的事情 而剩两个家庭的事情 如果他爱我的话 他就应该包容我 理解我 支持我 他家里面的他不公平 我跟他说了很多次 而他每次都因为这个事和我争吵 我觉得我是为他好 但他总是不能理解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做错 他说过他爱我 如果他爱我的话 不就应该接受我的一切吗 哦 家庭负担阻挠了一段爱情 这负担得有多重啊 男生真的要跑 还是女生心有不平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郭24岁来自河北 女嘉宾小江27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培训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小郭对吧 对 我在这资料上面看到了一个事 我没敢读 我想先给你核实 职业你是无业是吗 对 现在我在家基本上作业兼职 哦 这种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一年多吧 因为我看标题是说的这个家庭负担 所以我对经济这块比较敏感 就是说你一年多没工作了 是吧 对 家庭负担不是我们家庭负担 她的家庭 女生 你这个家庭负担 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啊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家的家庭比较复杂 我们家是一个同组家庭 我的父母都是二婚 然后又的我 父亲大光来一个姐姐 母亲大光来一个哥哥 现在就是哥哥结婚有几年了嘛 然后我哥从11年开始 我就一直在替哥哥还房贷 你哥的房贷你还 对 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他11年左右吧 就开始给哥哥还房贷了 每个月都还1500左右 他现在工资每个月才15000 他妈还有病 给他妈就是买医药呀 一个月来钱多 那等于说你的收入就全部都用于哥哥和母亲了是吧 对 基本上全部都用在家里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吧就是太自私了 他就是现在嫌弃我家庭负担重 我替我哥还房贷怎么了 不也是问个让我妈少操一点心吗 我妈一天天容易吗 她那么大年纪了 还总在生病 问个我哥的房贷 你说她操了多少钱 我帮她减轻一点负担怎么了 你不但不能帮我承担 你做的都是什么事 一次一次给我填棍 给我哥打电话要钱 现在你都跑到我哥家里面去要钱 本身我们的家庭就这么复杂 你现在你这么一做 你让我们家人都怎么看过 不 这个钱是谁出的 他为什么去要钱啊 我觉得吧 我们是一家相处快两年多了 我就没办法当外人 就是我们不能结婚去的 我觉得哥这样做特别不对 是来客人妹妹 你不能每个月房贷 老大你妹妹给你花 我们要结婚之后 房贷还给你花 我们怎么买房子怎么结婚 不是 你问 他不是说你去问他哥要钱 要什么钱啊 我主要是为了跟哥哥说清楚 以后吧 你就放 那钱花的是你的钱吗 不是我的钱 我主要是去为了跟哥说清楚 你跟我哥说清楚什么呀 说清楚之后 你不是说你自己在那儿 说的都什么话吗 我就跟你哥说 以后你们也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房贷 尽量别让你们给你还了 你这儿做 你妹妹以后怎么生活 好吧 这事要说也不该你说 咱们先放在一边 你们俩是两年前认识的 是吧 当时知道他年龄比你大吗 当时知道 我觉得年龄比较大 大点也没关系 会照顾人儿 那个时候你知道 他家庭负担这么重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跟我说了 什么时候知道 他有这么重的家庭负担的 在一起一年多了吧 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谈恋爱好像在印象当中 不都是男生花钱吗 是吧 对 他根本几乎都没有花过钱 我们一起出去 都是我在给他花钱 他电话已签费 我给他就交了 买衣服我也没心疼过 出去吃饭 看电影什么的 都是我花钱 在一块那房租不是都我交的吗 家里面他交都是 我在出去 我身上也没多少钱了 你是怎么知道 他家庭负担这么重的呀 因为我挣的也不多 觉得花了就不够了 我问你那钱都哪去了 每个月都是无家 他又跟我说了 说了之后 你就找人家哥哥去了 说了之后我没找 刚一年多点 后来我们就两个生活 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我们家 在这生活下去不行 你说要结婚之后 他每个月还给你个款房的 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他毕业之后吧 先工作个半年 然后恍该就辞职了 他说他跟朋友商量好 要一起去进酒 然后去卖 想再过年这段时间挣点钱 钱不够 我就给他凑个七千块钱 让他拿着两万块钱去进货 结果进回来的货 一瓶都没卖出去 全都堆在家里边 还是我拖着找朋友 才给处理掉的 但是我第一次不知道 刚毕业那会儿 就在酒吧上班 在酒吧的那几个朋友 他跟我说 这个酒水事件事 挺好做 我就相信他了 没他经验 也没他客户 就没卖出去 那我给你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呢 不给我家人花钱 你就甭个硬了吗 我们家是什么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失误我爸就没了 我哥替我承担个多少 没可能让我把我的美术 继续学一下 我哥自己考了师范学 都不上了 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前途 都耽误了 我现在替他还点房贷 我回报他一下 不行吗 是 当初是你哥 没上去师范 但是你不能因为 再耐疚一辈子吧 你应该有自个儿生活 对吧 如果未来他没工作了 你还娶他吗 娶 真的吗 娶 他没工作你会娶他 娶 行 你就当他没工作了 钱都贴补家里了 得了 现在主要是因为 我找了那个事 他就放不下了 对啊 你怎么有资格 去找人家哥哥呢 你这也没结婚 你找人谈这干嘛呀 小子 他太自私了 他口口声声都是说 替我考虑 为我好 可是他根本就没 为我考虑过 什么都是先想到自己 我怎么就想到自己了 我看你生活 其实挺累的不是吗 你说你每天早上七八点 就开始去工作上班去了 晚上早上五六点回去 还要在掏房 卖那个他那个画的素描 我觉得他太辛苦了 不是 那你可以帮他呀 作为一个男人 他的男朋友 对 我是在帮他 你帮过什么呢 你替我承担过什么呢 我妈生病 每个院俩签夺的医药费 你花过一分 花过二分吗 我给你打电话有一次 我说我这块有学生走不开 让你去帮我 给我妈送顿饭 你怎么说的 你说我肚子都去不了 最后还是我给我们朋友 打电话给我送去的 那也不就是那一次我没去吗 平常你家有事 我多晚没去过 就那一次你就记住我了 那我妈为什么会住院 你不知道吗 不就是因为你去我家 给我哥要钱 我妈知道生气气的吗 那你妈就在乎你哥 她就不在乎你了 她不知道你生活什么样的 哎呀 气死我了 哥哥对这个事 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 小子你听一听 来我们听一下 我不同意我妹 跟她现在男朋友 一起出去相 因为就是在11年开始 我妹妹就一直在 替我还房贷 一直还带钱贷 又还了好几年了 在认识这个男朋友之后 这个男朋友跟我这提过 要这个我妹 替我还房贷这笔钱 就是因为她提过 要这个钱之后 造成了我和我对象 跟我妹妹 我们家产生了一些隔阂 但是要这个钱 是我妹妹可以的跟我要 我妹妹什么时候 跟我要就行 但是她没有这个资格 她没有这个权利 还有两个人在一起 是为了一起承担一些 一起去分担一些 分担两个人的一些事情 而不是去做一些 搅屎棍的事情 去搅和两家人的关系 我觉得特哥现在 就是属于一种习惯到吧 我找了个说了 她就觉得我说了之后 他们以后就不给她还了 好像我在教室过了就 我没那样 你说我哥是习惯了 一按了 你不是习惯了吗 第一次做生意赔钱了 我也没说什么 我还一直安慰你 就怕你一决不振 让你继续努力 我让你踏踏实实找个工作 你就是不愿意 好高不远 非要自己做生意 这次你又要自己做生意 现在我不是 希望那一年多 我现在经验 咱们都已经了解点了 做生意是那么简单的吗 是你学习一段时间 就能做成的吗 人家做生意 有的几十年 不是一样赔钱吗 你怎么就能保证 你肯定能挣钱呢 那谁做生意 就一开始就挣钱了 那么多成功的人 都自败以后自己不做了 那他怎么成功的 你现在有那个条件去挑战吗 你有那个条件 去花钱买经验吗 那我平时不仅在努力吗 女生我问你个问题 你现在是要跟他分手是吗 对 我不想和他分手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一块 感谢已经到一个地步 我总为是结婚的 但是我就觉得 他哥哥的问题吧 就是结婚之后 你还每个月还给你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就我这个 你的家庭条件怎么样 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 我弄冲的 需要给家里做贴补吗 家里面现在不需要 老人还都挺健康的 有朝一日需要贴补吗 有朝一日 我觉得到时候我 现在我不是说 他给家里面贴补 我是他给一个哥哥 我不是说给他妈 给我妈花钱就可以 我给我哥花钱不可以了吗 我哥哥我不是一家人吗 你哥三十多岁 然后等那么大 男的还用你花钱 好 不吵了啊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刚才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女孩的哥哥 也习惯于 由你来补给钱 男朋友也习惯于 你来补给钱 首先啊 这肯定是你们的家事 包括你抱着一颗 报恩的心 然后为你哥哥做出这些 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呢 我在听你哥哥的录音里头 我有一种感觉 不是特别好 好像哥哥是 受之很坦然 并且因为 你男朋友的要钱 这个举动呢 导致了哥哥 哥哥的女朋友 和你们家庭的矛盾 其实老师 因为就是 我跟我哥之前也说过 现在我会给他还房贷 是因为 我嫂子现在在家里嘛 在家带孩子 家里面只有我哥 自己一个人在工作 一个月工资就三千多 他要养家庭 然后还要还房贷 所以说我就会替他 去承担一部分 本身我们也商量好了 等过两年 孩子大了 上小学 嫂子也出去工作了 就以后就他们自己还 对 这点有没有跟他说清楚 我跟他说过 可是他就跑去找我哥要钱 他这次主要是什么 他要跟我要钱 要投资做生意嘛 我手里面 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 然后他就跑去找我哥了 他让我把这几年 给我哥还的房贷钱 全部拿出来 这个我们就清楚了 所以啊 我没有 你别着急 我没有跟他哥要钱 我这次跟他哥说清楚 以后你别让你妹妹 给你再还房贷了 我主要是为了这 首先第一 你现在的身份不对 你凭什么要去跟人 这个哥哥说 你要还你妹妹钱 现在身份不对 我就看他现在 太秀了有点 没有欺负 他们是亲人 在他们几十年的感情当中 没有你 如果今后你成为了 他丈夫 这作为你们家庭收入的一部分 因为夫妻财产是共同的嘛 你那会儿说这个话 要这个钱 还是或多或少有道理的 明白了吗 你操之过急了 还是赵川那句话 如果他现在没有工作 你跟他在一起吗 在 就是啊 那现在你就当他那些钱 给到哥哥 给到妈妈那些补贴 不在 你可以爱他吗 你要有这份心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 在你看来就不成为一件事情 因为那是他的亲人 但是这件到结婚之后 他如果还这样 那是之后 那是结婚之后 他还没有决定说 要和你结婚呢 就是你这种想法 谁会跟你结婚啊 你的目的不纯呢 这个女孩现在已经 肩负了很大的压力 来自家庭的 来自你这里的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 努力地去找一份工作 分担一些她的困难 这是你应该做的 多理解她 这个女孩不容易 明白吗 你跟着她 不一定能够享福 你跟着她 可能更多的是 在帮她分担她的困难 你可以吗 你想过吗 如果没想过 现在好好想想 来得及 我觉得我在这个台上 看到的真正的失衡 不只是你们的感情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 两性之间的一个失衡 女人做太多了 而男人做太少了 我先问男生吧 你知道吗 你说的很多话 听起来是似是而非的 就像你说 既然以后我们会在一起 对吧 对你来说 夫妻关系里面 财产是共有的 是吗 所以未来 如果呢 你的老婆 把你们共有的财产 随便花 基本上你是要阻止她 被别人欺负 或者是乱花钱 这件事情的 对吧 对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所谓的共有财产 指的不只是钱而已 所谓的共有财产 有的时候指的是 很多情感的财产 家庭成员的财产 爱的财产 信任的财产 承担对方的一切 不是只有承担 她的钱包而已 她现在对这个歌 就以为地给予 她也没有什么回报 就是当初的歌 那关你什么事呢 你现在真的在 操别人家的心啊 她的钱 她爱怎么花怎么花 你把她的钱 当成你的钱一样 心疼说 哎呀 这个钱花出去 都没有回报 我只想问 这关你什么事 她花到你的钱 去帮助别人了吗 而且对她来说 那不是别人 那是她的手足 那是她成长 在你出现之前 就已经建立 情感关系的哥哥 你爱一个人 会叫她砍掉手脚吗 这不叫爱 你知道为什么 今天她要离开你吗 真正的原因 还不是你去找她哥 她心中真正的伤害是 你不爱她 你去找她哥 就算成功 把她省下了钱 但却伤了她的心 请问你这个爱法 爱对了吗 真的爱一个人 是让她快乐 不是让她纠结 为难跟痛苦 如果你真的是个 爱她的男人 你要承担的是 她所有在乎的 都要变成你在乎的 而不是筛选说 我只在乎这些 那些我不在乎 而你呢 我想说的是 女生 你做太多了 我也不觉得 你应该一辈子 负担你哥哥的房贷 不是为了他的想法 是为了你哥哥好 你做得越多 男人成长得又越慢了 如果你不付这个钱 你哥哥 有一天也能付得出来 或者 如果他付不起房贷 他就不该买一个 他无法承担的房子 男人必须要学会 肩上扛起责任来 站在这个立场上 我认为 你可以 慢慢地 学会少做一点 你哥哥跟你的爱 你对他的报答跟感激 并不建立在这 一千五一个月上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有时候让他成长 也是一种爱 你们两人的角色 都走到了极致化 我不反对 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 但这种互帮互助 一定是停留在病痛 灾难 类似于像房子有多大 有多小 房贷 这种生活成本 一定是自己的家庭 自己承担 一个男人 就应该承担自己的 家庭生活负担 他既然知道 自己老婆要在家带孩子 那他在生这个孩子之前 就应该考虑到 他可能生活的收入要骤减 那是你哥哥 自己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 即便说你要帮他去承担 也只是一次或两次 而不是每个月去承担 你这样做 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一年他会感激你 你嫂子也会感激你 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 这种所谓的帮助 变成了他的固定收入 他不会感谢你 倒觉得有点理所当然 即便是刚才那个电话里面当中 我分明听得出 哥哥的潜台词就是 你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妹妹 对于我的资助 我认为他说这句话有底气 但他不应该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因为做哥哥的 不应该拖累妹妹 不管将来你跟不跟他结婚 如果你在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 我告诉你 你没有资格让一个即将跟你走入婚姻殿堂的人 一定要去承担你家庭生活的成本 是结婚之后啊 结婚之间不算 你的钱是你的钱 他的钱是他的钱 但如果你们结婚之后 无论你们收入的 彼此平衡的多寡不同 都是共同财产 你无权要求一个男人 一定要去承担你的家庭成本 如果他愿意 你可以赞美他 如果他不愿意 你不可以要求他 而他呢 暂且不说 他不够这个身份 去跟别人讨钱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 即便你反对他哥哥 徒增他的家庭负担 那你也应该 更多地去承担 你们俩之间的生活开支 更不应该向他要钱 去做生意 你明明知道 到目前为止 这个女生倔强地 一定要给哥哥钱 他依然在每天 做很多很多的兼职 如果你爱他 你就会委屈着自己 去替他分担 但你却还问他要钱 去做生意 我有一点是 特别不认同你的 在你们没有结婚之前 即便两个男人 都不能做一个女人的寄生虫 但如果要做寄生虫 他哥哥比你有资格做 因为他们有十几年的感情 你没有 我也没有 我也一直在工作 你也在工作 但问题是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 他每天做那么多的坚持 你好歹得有份工作 你有工作吗 为什么你是无业呢 一个堂堂的男人 你如果要真分担 就不应该让他 每天过得那么辛苦 如果你不愿意 请你走开 就这样 这家不容易 这么做更不容易 姑娘不还这个情 哥哥也不会说他 姑娘要还这个情 是姑娘的心 我听你哥哥这段话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 你可以还这个人情 可以还 那是你愿意 但是他得领这个人情 他得知道妹妹的不容易 其实这姑娘最可怜 就是好像在她身边 很亲密的这种 跟男人的这种关系里面 她永远是那个 付出的那一方 挺让人心疼的 确实不容易 找一个疼爱你的男人 嫁了吧 我估计那个情啊 只要他哥开口 他永远会付出 他十五岁的时候 父亲就走了 可想 哥哥那个时候 其实扮演了一个 父亲的角色 所以我跟你说 小贼 他身上没什么油水了 别再炸了 好可怜的这姑娘 真的挺难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吧 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我还是 挺想和你在一起的 就是吧 家庭方面 咱们以后慢慢 慢慢再磨合了 我不会放弃我的家庭 我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尽我所有的能力 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我觉得你应该有 自个儿的生活 不能老实一心 为个家庭 应该为自个儿活 我的家人为我付出很多了 现在是我长大了 那我为他们付出的时候 那你在这儿做 我也没什么渴望的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这个题就录得心里面特别沉 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多理解 多宽容 可能就特别的重要 所以在这儿 也是呼吁一句话吧 希望妹妹家的哥哥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考量一下 或者体会一下 你妹妹的不容易 曾经你帮助她 给她未来和希望 希望在妹妹 再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们兄妹两个人 能够达成一致 既不上了感情 又能携手往前走 这很重要 人身上该有的那点 人情味 什么时候都丢不得 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吧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老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 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 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 宝箱抽取现金的卡券 下面就是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选择的时候了 请开 请开门 我跟他在一起 差不多已经有两年了 自从他青年工作之后 他对我的感情 就一落前掌 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感觉他已经不爱我了 参加到工作以后 各种事情需要忙 没有像以前那样 所有的事情都顾及到他 在我的心里 我还是很喜欢他 很想跟他在一起的 最近他身边 出现了好几个追求者 而且他对其中的 一个追求者 关系很暧昧 我感觉这是 对我的一种侮辱 我真的不知道 该不该跟他 一起走下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江 24岁来自邯郸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新 23岁来自石家庄 是一名教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教什么的老师啊 小新 玉文 小学玉文 初中玉文 小学 兄弟 说是在同一家饭店 认识的 是的 吃饭的时候认识的 打工的时候 我在后厨 他在前面当服务员 你不是职员吗 那时候我还上学呢 勤工俭学的好孩子 我俩已经好了两年了 好的时候都在上学 假期的时候出去打工 后来有一次 我骑自行车回学校嘛 每次晚上 我的手套丢了 他就是不告诉我的情况下 把手套放我的兜了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后来我就追他 那手套找不着了 是你故意的吧 不是 当时也就是出于关心 然后我觉得 他大冬天子怪冷的嘛 然后我就把我的手套 就借他先戴一下 是你的手套啊 你看人 玉文老师心多细啊 那会儿喜欢他吗 那会儿还没有感觉 后来嘛 就是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主动找我聊天啊 加我QQ 有各种聊天 慢慢地对他了解也多了嘛 后来我感觉他这个人还可以 就慢慢慢慢地就在一起了 不错不错 怎么了现在 就是那个 我们两个在一起 这不也就两年多了嘛 刚开始的时候感情也挺好的 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也很甜蜜 但是就我参加工作以后 我就发现他做事的一些方式很幼稚 总是做一些让我生气的事情 最生气的就是他最近就怀疑我 有爱没关系就不信任我 就因为这个吧 他就非要跟我闹分手 可是我就觉得吧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两年多了 并且父母双方都挺认可我们的 所以我就感觉我们两个不能分手 我必须得好好在一起 你感觉你们两个之间没什么吗 自从你毕业之后 你就对我变心了 你知道吗 对我多冷淡 我哪儿变心了吗 你打电话对我爱搭不理的 就算你接到之后也没有什么聊的 两三句就挂了 我有什么事都不敢跟你说 不管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 都不敢跟你说 就怕哪一不小心惹到你 让你大发雷霆 我特别害怕 至于吧 咋不至于 我那时候那么的喜欢呢 我那时候还在学校呢 他比我先毕业 他比我大一见 他总说我变心 我没有变心 就因为这个事儿 我毕业之后 就去年六月份我毕业之后 我跑到他们的城市 我之前找好工作了 特别好的工作 我给辞了 我以为我们俩之间的矛盾 都是异地引起的 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 跟他不在一个城市是吗 不是 是我先毕的业 毕业以后我就到青岛了 然后他毕业的业 本来就有一份挺好的工作吧 他非得辞了不干 非得来找我 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你说本来那个工作 发展前景又好 工资又高的 你非不干 非得来找我 一个男生 本来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嘛 那他可以不要你了是吧 我不是说可以不要我 不是以事业为重嘛 以事业为重 你也不能说他不要我 你就不怕他异地的时候 他变心了 他不会变心的 那你就不怕异地的时候 你变心了 我没有变心 就因为这个吧 他就对我不信任 说我变心 就因为你到青岛工作 他就不信任了 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跟同事 吃了个饭 收了个巧克力 这就抓住不放 我为你做了多少 抛弃工作 在那儿的工作也不顺心 就那样陪着你 他还三番五次 给我闹分手 为什么呀 他还不是因为 那个同事吗 就是因为他不信任我了 觉得我跟我 我喜欢上别人 我变心了 你跟你的同事 你俩那微信聊的 请你吃饭 送你巧克力 你说同事之间 你帮我干嘛 我帮你干嘛 然后你帮了忙 他请你吃个饭 你同事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原先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 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他喜欢你 后来我才知道呀 那你怎么对他的 微信里面 互相聊得可开心了 你跟他讲个笑话呀 他给你送个红包呀 送的红包都是 52051这种数字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着 收个红包就收了 也没想那么多 那你没想这么多的话 我要他的联系方式 你为什么不给我 他删得可干净了 一说我要他联系方式 马上就给删了 我手机都躲不过来 说这个我还生气 他居然我都不给他嘛 然后他就到我们学校 去找这个同事 跟人家礼乐 去学校 对呢 要么我跟他提客 你给我联系方式 我还用去学校吗 不是 你去学校干嘛去 当然让他俩保持一定距离了 不是 你跟他聊 不就 你跟他男同事 怎么说呀 兄弟 我是那男同事 你说说 你说 我说哥们 你跟我媳妇聊得挺开心呀 就聊了呗 你们俩结婚了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跟他在一起两年了 我不知道啊 你咋能不知道呢 你在这装什么呢 我知道了 怎么着吧 你们俩结婚了吗 没结婚 但是我先得到他的呀 你这算什么呀 那我有权力追求啊 你插足呀你 我插足怎么了 我就喜欢他 我那个同事不是这样说的 哎呦 那你同事是怎么说的呢 不是 我同事 你还现在为你同事说话呢 你看 你看 我就知道这小心眼会这样 那你同事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还没怎么着说 我就发现我又把他拽走了 然后他就说 其实他就说那个跟我同事说 你别那个老缠着我对象了 我就让他俩保持距离 正难道也过分嘛 不过分嘛 他们俩之间有恋爱的关系了 他俩呀 谁也别同事 就他自己想的 他总是一神一归的 那就因为这个你给我提分手吗 可是我给你提分手以后 我又主动找你复合了呀 你还好意思说是你主动找我复合的 我就是主动找他复合的 他父母是在石家庄的 大老远的跑到青岛 因为我跟他父母 我去过他家 我们之间经常的通信 就分手之后你告状了呗 我没告状 是我瞒不过去了 他父母跟我聊天 一看我这个心情不对 没法再瞒了 我就坦白了呗 故意的吧 好吧 接着说 他父母特别生气 就从石家庄大老远跑到青岛 让他给我道歉呗 甚至说你要是不跟我和好 他又在这不走了 你能跟我和好 我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吧 如果我真的不是喜欢你 就凭我爸妈说这么几句 我爸妈就在把天说下来 我肯定也不会跟你和好 主要还是因为我心里有你啊 你还是要有我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 他又瞒着我 跟他同事聚会 就那一个吗 还是一群 就是这一个 一群 就这一个 一共四个人一起聚会啊 其中有一对了 剩下就是他和那个男的 你说这算什么呀 到底啊 就吃个饭 我们就他这就算了 就干不是啊 吃饭也没什么 他瞒着我 他说他加班 我打电话十几个不接 你晓得聚餐不是啊 就是聊嗨了 就是我没听着啊 我打到他同事那块了 我才知道他们去聚餐了啊 我能不多想 我能不生气啊 其实吧 我也不是故意的 非要骗着他 这不因为前面这个事 他已经误会了吗 我就为了避免再次误会 真的我没有变心 你得相信我心里 一直都只有你啊 到现在他还嘴硬说真的只有我 毕业到现在 差不多有六个月吧 跟我闹了两次分手 不是 我每次跟他分手 也不是平白无故地 跟他闹分手的 到底分了几次啊 我跟他提了两次就 提了两次 每次都是他 他居然冲我吼 你说一个大男生 你冲我吼 你吼个啥 你吼 对啊 第一次我们知道的 去年我监考嘛 就是期盟考试 监考他我打了五六个电话 我没接着 那监考不是要带手机吗 然后我就看着以后 你事先跟我说了吗 我感觉给他回过去 他回过去以后 还没等着我张口 他就你干什么干什么 吼我一顿 不是啊 我当时就挺委屈的 我就想你会生气 我也会生气吧 然后我就跟他提分手 其实 他同意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打个电话马上接 绝对不会就是拖这么长时间 现在呢 自从工作之后 就这件事吧 打了四五个电话 不接 最后过老长时间 给我回过来 以前你想吧 在大学的时候 那空人时间挺多的吧 现在我工作了 那个也没有 那么多空人时间 不过确实 当时我那个心里 也挺不舒服 就是因为你工作之后 心里没我了 不喜欢我了 对他或许是 当时有那么一段时间 比较烦他 哦 你看老师多诚实啊 有那么一段时间 比较烦 为什么烦呢 就是不喜欢我了 其实不是因为不喜欢他 就是有一些工作 像的事情 乱七八糟的 当时比较有烦心事 那我每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不忙呀 都是晚上 你接了吗 就算接 也恩恩啊 就挂了 那我都是有点 笑烦他 然后那个 笑烦他 烦他啥 每天打 我感觉没什么 花了有一段时间 就是 就因为这个 就又提分手 那我后来又主动 找他和好了 是你找他和好的 又是我主动 和了吗 和了 和了 为什么能和呀 可是我和了 他又说 我不是真心的 又因为我父母 为什么能和 就是因为 还是他因为他父母 不是他父母又来了吧 没有 这次是他父母 给我打电话呗 说那个 我会好好劝他呢 他的脾气你也知道 你就让着他点 当时我就是一气之下 你不知道 不是就因为这个事 这个事 我就跟他提分手 就是一个那个 刀伙所 之前的时候 他做的一切事情 真的很幼稚 去年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事 闹了一点小磨 对吧 就是可能受点委屈 我心里就难受 我就闲着跟他抱怨抱怨 让他安慰安慰我 他打坐 他居然坐我QQ空间里面 翻半天 把那个同事的QQ给翻到了 是吧 他加上人家 然后把人家大说一通 你说这是个大男生 该做的事情吗 你那同事是男同事 女同事 女同事 我也没有怎么说的吧 他做的确实太过分了 我就说你别这样欺负他 你别看他老实就欺负他 我不是女同事之间的事 也不能你这么少 那我也没骂他 也没怎么他呀 他还有什么幼稚呢 还有就是那个 他把就搞得我跟他爸 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好 他爸对我印象 不像以前那么好 你解释过了吗 你还提这个事 你解释 他跟他爸做了什么事 他爸就不喜欢你了 姑娘 你看去年他来找我 青岛找我吧 这不是 然后第二天 他爸都给他打电话说 儿子你赶紧回来 然后参加你堂弟婚礼 以前也通知过他 然后他给忘了好像 他这也没跟我说吧 一直都 也都在跟青岛跟我玩着 玩得倒是挺开心 后来他爸就生气了 这么长个假 让你回来 参加婚礼 你也不回来 他爸都给我打电话 我听着语气就不对 他就是问我 他说 我为什么要拉着他 不让他回家 陪你什么时候也能陪 你就偏偏挑这几天陪你 我都懵了 我说我啥时候 非让他盘着我了 我要是知道有婚礼 肯定就让他回去了 你说说做事情 就分不清事情的轻重 这件事 别再说了 你就是 我问你 你心里还有他吗 有 但是他骗我这么多次 我害怕了 他没骗 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 那谁能保证呀 我就问你心里还有没有他 没有了 有 有没有 有 你心里还有他吗 有 那你为什么老骗他呢 我不是要骗他 我真的 我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我不用 好好好 不着急了老师 哎呀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这样的老师对话 还是交给那样的老师去跟这样的老师对话吧 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份卷 我觉得你们俩太有意思了 你们一上来就博得了我们大家对你们的好感 跟你们说点真的 女孩一直在说你幼稚 他点出了你的问题 却你迟迟不承认 当步入工作之后一下接触到社会 他特别需要一些成熟的人给他指导 给他依靠 给他帮助 因为他很多的事情应付不来了 而恰恰你的成长呢 没有那么快 他想寻求你帮助的时候 结果是导致了你一次幼稚的盲目的举动 这他跟同事之间的问题 他找到你更多的是说倾诉 听听你给他的建议 给他一些安慰 给他一些宽心 可你给的是什么 直接你起来我去上 他要的是这个吗 不是 我太关心他了 你的猜疑 你的小心眼 而因猜疑产生的小心眼 做出的幼稚的举动 找人家难同事情 你搞得人家在学校里怎么工作下去 此时的女朋友依然爱你 但她更需要你迅速成长 让她在你身上能看到 你成熟 你像一个男人那样 给他安慰 给他照顾 而不是猜疑 不是盲目的是小兴子 女孩挺 挺可爱的 正常的交往是可以的 但是 注意原则 注意尺度 注意你的男朋友 很在意这件事情 说到这点了 还不明白吗 明白 你明明知道他在意 你还背着他 去跟那个人 在一起聊天 而且不接他的电话 你让这么一个不成熟 还没有长大的男朋友 怎么想 他能不着急吗 他能不慌心吗 所以他的幼稚的行动 其实也是你导致的 所以呢 真心爱对方 我们就一起成长 快快乐乐的 打打闹闹的一起成长 挺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小江 你觉得自己幼稚吗 可能有时候有吧 但是我就是太爱他 太关心他了 我确实挺 你知道你有多可爱吗 这个舞台上 很少有男生上来的 讲话是用这样子的 一个气场 或者是一个姿态 虽然你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在你的说话里面 我看到的一个 感受到的画面就是 那你都不理我吗 为什么打电话都不接吗 然后你现在又说你要回来 我怎么相信你吗 谁保证吗 就是这样说的呀 亲爱的 我有这么娘吗 差不多了 你知道你的骨子里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少女心玻璃心啊 所以呢 他不接电话 他在监考的时候 无法回你的简讯 或他跟其他呢 有可能对他有好感的男生 去吃饭 直接都渐渐 装装伤了你的玻璃心 你这不是撒娇是什么呀 就是爱我吗 爱我吗 爱我吗 你看你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一般来说 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说的是女孩 我很少看到 像你这样 玉树凌峰的男子汉 用这种方法 要求对方爱你 你找了这么可爱 又喜欢跟你一样撒娇的女朋友 不能要求他每天呢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拴在你身边 你才有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应该来自 再多人喜欢他 他也只喜欢你 这才叫本事嘛 他没人要 所以你觉得很安心 这有什么稀罕的呢 他有人追 但他心中只有你 那个叫做底气 叫做把握 至于我们可爱的小女生 爱情是不可儿戏的 你懂吧 我懂 我在你身上看到的画面就是 我真的很烦他 先分手好了 想一想 其实又不烦了 再复合吧 但是过两天 又觉得他好幼稚哦 分手吧 可是我爸妈说了 那不然还是复合吧 你现在到底为什么 要跟他复合呀 因为我喜欢他 喜欢他哪呢 哪都喜欢 他如果骨子里 有点少女心 有没有关系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那你要想清楚哦 因为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慢慢地长大 男生真的成长了比女生慢 这是真的 你爱不爱一个人 是看他幼稚的时候 你是觉得心疼 还是厌恶 你倒是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柯老师 都说男生幼稚 女生何尝又不幼稚 但这种幼稚又有什么不好 平时我们都讨厌幼稚 但唯独今天他们俩在一块幼稚 我们觉得简单而美好 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有那个四五十岁的夫妻 还有这么简单的 两人说话 就跟没有经历世事的孩子一样 特别好 而当我们这些所谓的 身边有一些所谓的成熟 而又世故的人 看着他们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羡慕 但是幼稚虽然好 但人总是会变的 很多人是从幼稚 简单 直接变到成熟世故 但这样其实挺不好 我觉得如果从幼稚 简单 变成了单纯 那就不一样 很多人会把简单和单纯 放在一块 觉得是一个意思 其实不是一个意思 简单所指的是 内心毫无杂念 臣服没有那么深 认识东西还上前 想法比较简单 单纯恰恰相反 单纯是经历了很多 经历了诱惑 经历了失败 经历了灾难 但依然保持 单纯的想法 和简单的选择 那才叫单纯 如果你们能够经历那种复杂 最后演变成单纯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 但是现在 在我看来 这种简单 慢慢慢慢地要变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何避免自己不要变得那么地复杂 我觉得掌握两个点 第一 要有笃定地了解自己的想法 第二 一定要对自己 对家庭 对婚姻 要有责任 就这样 保持这样的方式 挺好的 成长别着急 有人一辈子都成长不了 一辈子都会那么幼稚 也挺好 丫头 找一个一辈子这么幼稚的男人 特别好 因为他一心一意地对你 珍惜哦 来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已经知道错了 让你导致误会 但是你要相信 我的心里真的一直有你 你想想 我们在一起经过那么多事情 经历了风风雨雨 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幸福甜蜜 是我跟你提两次分手 但是那没有一次 是真正想跟你分开的 我希望你 不要这次跟我提分手 你也不能离开我 没有你 都不能活了就 你不能跟我分开 一会儿你都必须得出来 我不管 反正也得出来 我之前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是我心太极了 我做事方式不是很对 我就是为了你 特别喜欢你 着急 看你受委屈 心里又受不了 我特别爱你 以后我会改的 以后了 我想问一下 是谁让你们如此生离死别 姑娘 现在下一刻就不见了 姑娘 我告诉你啊 小心点哦 她后半句话没说完 她说我特别的爱你 其实下面有一句话 有一种爱叫放手 快回去吧 出来啊 有一种爱叫放手 别出来 出来啊 她真心 来来来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来吧 期待一下吧 请开门 请开门 看个傻乎乎的样子 哎 注意影响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拉着背面慢慢走啊 哎呀 那个是给你用的啊 人家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要保湿 亦被湿 那是个女子面膜 你给她干嘛呀 好了 下面的时刻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她们的 带幼稚的小浪漫吧 给她戒指 宝宝 我特别喜欢你啊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啊 嫁给我吧 我也是很喜欢你 别动 别动 再抱会儿 再抱会儿 给男同事看会儿 请亮灯吧 我跟你说 这一对是我看到的 形态上是最对的 就是真的是那个满心欢喜 充满了爱啊 因为我真的喜欢她 是是是是是 我们感受到 你呢 你也真的喜欢她是吧 当然喜欢了 祝你们幸福 相信彼此 好好的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请回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剂 胡老师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和男友异地恋三年 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两家都很反对 由于两家相隔太远 他不愿意在我们这边定居 我想分 但又舍不得 该怎么办呢 要得到 就要付出 不想付出 就请放弃 放弃了 就请不要后悔 好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辈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辈诗 一辈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一辈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辈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各位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谢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coffee 好 好 好 谢谢 去 已经